聽到飯店附設的無邊際泳池景色超美 不過到水療池區 遊客抬頭一看 奇怪 儀表板上高溫池顯示99.9度 人都快要煮熟了 那個肉都煮熟了嗎 真的假的 99度 放下去粉會煮熟 接近100度快要沸騰 都可以煮火鍋了 遊客看了嚇傻 消稱客人一泡下去不就成了熟客 因為整個人都被煮熟了 一名壯丁出於好奇 伸腳試試 還好啦 不會啊 如果還適中 還蠻舒服的 應該是面蠻故障 對啊 然後實際上它是水溫是還算正的 幸好沒事 原來是溫度顯示的儀表板故障 溫度並非真的這麼高 事發就在台南安平一間飯店 主打高樓無邊際泳池 旅客入住幾乎都會來奏訪 還有附設SPA3溫暖 舞池水療池不同功能 還分高低溫 溫度都標在面板上 不過近期發生故障 高溫池物標為99.9度 業者拿溫度計實際測量 池內約38.6度 不會燙人 它的那個顯示儀表板快故障了 那我們之前也有跟我們的廠商 做一個通報的動作 但因為廠商說它的那個儀表板的器材 需要國外進口的溫掉進來 所以它目前還在掉進過中 儀表板零件要從國外進口相當費時 廠商還沒來修 不過故障已久 卻沒寫告示牌提醒顧客 意外引起話題 TVBS新聞顧手插彈來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